OK 我現在來分享一個Wallplace的文字靠左和靠右 這是預設的文字牌板 靠左和靠右的文字 然後這是錶格的 下面這塊是錶格 靠左和靠右 預設指導的文字 靠左和靠右 然後再來是文字同行 標準也是文字同行 靠左和靠右 如果我們用一般的牌板 一隻王 這邊是用空格的方式 在行動版這邊呈現它就會跳到這裡 沒辦法像我們呈現所謂的寶貝相架的 整齊的牌板 那我們現在怎麼在Wallplace中 去修改實驗 看一看影片 跳回來 看一下錄機器 現在我們是用這個空格的方式 可是這個在行動版就會一個跳行 那再看錶的方式呢 錶方式我們是在這個Table的元素裡面 TD這邊再加一個Style 加這個元素 TXT-LIPM 等一下語法我會分享在下方影片 那如果我們這邊更改一下 我看一下 RH 那這一行就會同時的靠右 看一下 會變靠右 再來這個稅項上這個文字同行 可能就像我們上面講的 怎麼做到這個 靠右 靠右 先看一下它寫法 這裡 它加一個DIV的框架 然後寬度100% 為什麼要用100% 如果今天用的是70%好了 它就以這一行為70% 這樣文字就沒辦法靠最右邊 所以變成這樣子 所以沒有用100%的方式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文法的部分 下方這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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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簡單 一個DIV的元素用 行內 買它 然後文字的元素 用P 這邊 浮動的元素 有F-L-O-A-T 一個是靠左 還有E-F-T 然後另外一邊是用 R-R-E-T 好 我們看一下 如果我把它對掉了 這邊寫 那 好 H-A-T 這邊寫 還有E-F-T 那它的 方向就會倒過來 價格表 這個 應該修改一下 應該修改一下 那現在應該是在靠左邊 這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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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們要增加 那如果增加一排 我們在這個 可以 再補置在這個 裡面 中間 都大 不 有 你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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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 有 有 那行動版也不會因為線索的關係 跑到下方去 那這個銀杆在銀杆之後 像價格 因為是很超級強 一般文字在銀杆 還反正就會比較好看 也不需要銀杆的畫質 又不可能用圖片在阿丹裡面的狀態下方 可以在這個畫面 像我們剛才的狀態一樣的成功 亂考一下 以上的分享給你們 我們會是文字 文靠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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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靠 如果你對於資訊行銷、網站架設有興趣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會在中央的快檔持續分享相關的資訊給大家 歡迎訂閱謝謝